薩洪節是印度教的傳統節日之一 在每年的3月份舉行 是祈求新一年穀物豐收的節日 很多印度教盛行的國家 例如在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南非和匪制 都會慶祝這個節日 不同地方慶祝的時間長短亦不同 短則3天、長則可以有2個星期 在薩洪節的前一晚 當地人一方面會在家準備糕點食物 另一方面會聚集在外面的空地 在柴堆點火 燃燒用紙或木紮成的女妖掃像 有人甚至會向火堆扔牛的便便 並且不斷辱罵 象徵正義必定可以戰勝邪惡 而在第二天的早上 無論男女老少都會一起出街 暫時忘記彼此之間的階級差異 用五顏綠色的色粉或液體 灑向和潑向對方 傳統灑紅節所用的彩色粉末叫做古蘭 是由一種紅色或橙色花的花瓣製成 當地人在森林採集之後 就會鋪在地上曬乾 然後採成粉末 再加一些水便可以做成成 壯紅色的染料 他們每個人都很樂意被人潑或淋 因為身上沾得越多顏料 就代表新一年人緣好和有財富運 其實在灑紅節開始之前 還有另一個傳統印度教節日 給大家熱身 叫做大象節 大象節的活動多羅羅 包括有大象巡遊 大象選美 大象球賽 大象和遊客拔河等等 每一隻參加慶典的大象都被悉心打扮過 不只會帶上閃亮亮的飾物 還會被塗上色彩繽紛的圖案 印度傳統上有很多不同的神 但是最多人崇拜的 一定要數象神金許尼 幾乎到處都可以見到他的蹤影 所以大象在當地是有非常神聖的地位 象神有個象頭人身 為什麼會這麼受大眾莫拜呢? 因為它象徵了智慧、財富、 美滿和幸運 幾乎涵蓋了人生所有的願望 所以小朋友 如果第二天有機會去到印度 千萬不能對大象不敬啊!